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我們都是 超級愛健康 平常你有沒有一些什麼 宗教信仰之類的 應該就是比較傳統 像道教這樣子嘛 就是有拜祖先啊 聖明這樣 是是是 聖宗追元 是啊 但你要知道現在這個月 剛好是慈悲月 知道有人叫慈悲月 那換個大家懂的叫做鬼月 對 聖宗追元 那我們這個忠元埔都要拜拜啦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拜的時候 奇怪了 我們總是覺得 好像有時候有一些禁忌 我們要去遵守 譬如說半夜是被交代 你不能吃口罩 譬如說你盡量不要去游泳 譬如說走在路上 我晚上不要曬衣服對不對 然後走在暗巷晚上 你千萬不能回頭看 之類的 因為怕你回頭看 什麼東西 會怕 所以像鬼月 我還會想到 像是什麼 鬼壓床 鬼打牆 你都遇過嗎 真的 真的假的 白眼黑與白 真的 都有遇到過 盡量不要靠近好不好 沒有 我覺得 後來我在探究 那個原因 我覺得是一個心理的狀態 是這樣嗎 好 但是我跟你講 除了心理狀態 還有一種可能的因素 什麼 因為有些你所謂的這些名稱 鬼剃頭啊 會不會跟我們的健康 它會畫上一種等號跟關聯性 這個才重要 對啊 恐怖喔 恐怖到了幾點喔 七月鬼門開 好兄弟來報到 你家裡開始準備賣賣了嗎 鬼剃頭 鬼壓床 鬼手力 鬼打牆 究竟這些鬼月的傳說 和中原普渡 隱藏了什麼健康的危機呢 我們今天要請到 家醫科醫師王建宇 化學不是陳耀寬 必要記者洪素卿 警記者林姿佑 洪素拉斯 依依 要來一起破解恐怖的 鬼月健康迷思喔 我們在中原普渡期間到來 馬上到了很多人 都到大賣場 24小時有沒有 瘋狂的採購 希望能夠弄一個最棒 最有誠意的貢品出來 但是在採購的 準備的物品當中 有沒有問題呢 我們把這些東西 都擺出來好不好 依依來檢視一下 我們拜拜 趕快澎湃 就澎湃 來 我們這邊準備的 都是一般 我們應該會準備的東西 先來看一下 譬如說香 紙錢 這是一類一定要 拜拜嗎 三生嘛 三生要啦 魚 雞 肉 對不對 都要 那蔬果 要 罐頭 要 餅乾 要 泡麵 要 飲料也要 甚至包括了可能 油 米 什麼都要 對 對不對 其實一開始 我會想說 有需要準備到這麼多嗎 對啊 越豐富越好 而且慢慢自己要順便吃啊 順便吃嗎 有道理 沒錯 好 那這個我們大家 要好好來準備一下 請問一下 來 香跟紙錢 這樣東西呢 一般來講我們中元普渡 一定都會準備 而且有拜的 而且拜很多的 有沒有 來 一定要啊 對啊 而且再來不夠 還有蓮花還有龍船 還會摺一些 真的假的 龍船 龍船是吃沙西米才有啊 龍船 不是啦 光午節才有 是那個金針套的 那個燒龍船 聽到嗎 那種藥很有誠意喔 那種藥很有誠意喔 誠意喔 我跟你講 你的時候比方說他帶的 那個紙錢這麼多對不對 對 我們一定要壓過他 對啊 餅乾才不對啊 那個燒得越多越旺 已經在PK了就對了 當然要PK啊 他龍船那你要準備什麼 賓寺啊 這邊才賓寺給他有什麼關係 給我啦 給他啊 我就給他啊 下面準備賓寺 那一要準備什麼 我準備房子 對 像我啊 別墅啦 真的都在拚這個喔 也是在燒美金耶 然後還都燒美金跟信用卡 對啊 還有iPhone啦 還有iPhone啊 iPhone啊 但這一個產品 還有iPhone手機的耶 對 對 APP一下 我看起來還是想一想 我們還是想一想 32個0有沒有 0... 就可以打 順便削一下蘋果皮 輸個頭髮 我們太恐怖了你們 太可怕了 好啦 不過呢 這個香在燒的時候 因為要拜拜的關係 你們會一隻接一隻 還是一隻燒很多隻香 他們一次 因為拜完一定要燒很多 因為每個行內 每個餅乾都燒 上面都要擦一起 對 所以因為很多很多 擦完一隻之後 然後你本身自己去拜的 還要在哪兒 還要在哪兒 對不對 好幾隻這樣拜 對... 但是有想過這個香燒燒 燒多了會有什麼狀況 或問題嗎 應該不會吧 可以... 越燒越多 因為大家偏停 你看 燒一定是一整個下午 燒不停那種 我們就覺得燒越久 讓每一個好兄弟 只要經過了 全部都可以 最好是能夠燒到整個換樓 這樣 是嗎 對啊 你要說過 香火鼎盛 對 真的 你們有遇過換樓嗎 有啊 很容易就換樓 很容易 所以你插一堆就換樓了 對啊 是這樣嗎 你所有的香菇 對 這樣喔 幹嘛這樣啊 你說很旺啊 很旺 很旺 叫我 我突然失望的耶 你知道嗎 蕭莊隊的統計說 為什麼民間有這麼常常 在換樓呢 原來是因為大家 那身邊的地方 或身邊的地方 常常都是整個開 都沒有在關對不對 那個電線負荷太高 常常在電線走火 小行李為什麼說 一天才會在換樓 這樣喔 是 可是像這樣子有時候 拜香啊 小孩在旁邊 因為我們是社區 大家一起在拼怒 其實很嗆耶 小孩如果又過敏的話 就可能一直打噴嚏 真的嗎 我跟你講 過敏打噴嚏算小事 打個噴嚏過了就算了 但是到底這個燒香燒一燒 或是聞多的看多摸多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毒的物質吧 有毒物質 要找有毒的專家 有毒的專家 最毒的專家 想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其實當然 中原普渡一定拜拜 對 那當然我們不要講這環保的 我們先撇開環保的 也撇開這個神明的事情 對 這個姿佑提到說 一定要插在那個貢品上面 對啊 各位要注意喔 這個香這地方都是工業色素 它不用使用色素 對 都是藍色的 有啦 肉上面我們也看到紅紅的 對 沒有關係 表示敗過的 表示那個有火比 而且我們肉紅紅的 那是神明的純印啊 對啊 那口有火比不是嗎 有火比沒吃 睡不著 我們不知道這個香 這個紅紅這個是工業色素 還是使用色素 當然如果是使用色素的 OK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 了解 因為現在尤其是這個7月之後 用量很大 那又要便宜 廠商競爭 其實基本上都是工業色素 對 工業色素 所以避免這個不要的工業色素 吃進身體裡面 所以不要直接插在魚肉上面 所以可能是跨著或怎麼樣 不要去接觸到食物 了解 然後這個香 其實當你燒的時候 煙越多 有更通 這個到 直達天 其實煙越多的越不好 這個香你點完之後 它很多說 芳香用的化學物質 會有致癌 燒燒之後呢 吸到身體裡面 燒一支香 香到一抽四根煙 對 一支香耶 對 一根香 香到四根煙 那我們也是全家一起敗 不是 在家裡還會燒個檀香 有沒有 對 讓心情比較平靜 就是看你靠這一個 對 所以說在家裡燒香的話 盡量門窗打開 因為燙燒一定產生澆油 對 那也不用一大把 最好誠意就好 一支就可以 難怪有時候我們在買香的時候 也有一包五十塊 又有一包五百塊 對 品質的差異 莫差很大 對 王醫師 我們這個香 那個煙如果冒 我們不自覺一直吸 因為有時候我們認為那個香味 或是覺得 聞多的神明 對 所以內心很平均 很平均 就好 因為淡定的感覺 那你到底要聞到多少的量 或是怎麼樣對身體 會有健康的危害 因為剛剛 陳博士有講到 燃燒一根香 等於抽四根煙 它基本上一根香燃燒大概要四十分鐘 那以它這個發出的煙量的話 真的可能會抵到四根相應的量 所以一般這些煙物 如果說比較過敏體質的人 煙一熏到 眼睛就開始流眼淚 就開始流鼻涕 甚至很多女生 對煙很敏感的人 就開始幹嘛 會咳嗽 所以基本上這個煙 它在燃燒當中 它對我們的呼吸道的刺激 是屬於比較初期的 可是如果你家裡真的是 一直都有在燒香 甚至有那些檀香的話 或是有些那種環香 沒有開抽風機 沒有那個通風不好的話 其實那邊呆久的話 因為我們這香的本身 很多一些重金屬 如果長期接觸的話 它那個紅色的部分 會造成色素的一些問題 那那些重金屬燃燒的話 可能會造成慢性的一些重金屬的中毒 有可能會有牽中毒的現象 有可能 所以之前才會有研究說 為什麼有朝香拜拜的家的小朋友 發現他們血中的牽濃度 是相對高的 對 它因為小朋友 應該不會把香拿來咬嘛 所以何道理 它應該是吸引的 都是污吸的關係 對 例子多細呢 吸到可以這個血管 這個穿過去的 對 十個PPM 十個PPM很小 這血管都可以穿過去 穿過去那不就奈米化了那種感覺 對 它很細的 對 沒錯 有這種中毒案例嗎 因為像 以前有一個調查 我們現在還沒有做過中原節 但是我們做過台灣 另外一個很有名的民俗活動 叫 他們真的那個環保的學家 就在原水風炮的當場 就拿那個東西去撤 你知道那有多可怕 他們發現 在原水釋放風炮的那個時候 他們去撤 裡面的那個方向廳類的致癌物 是平常空氣的75倍 然後還不包括其他的懸浮微粒 因為那些懸浮微粒 方向廳是致癌嘛 另外一些懸浮微粒 那個心血管醫生已經發現 它是跟相關的 真的假的 所以你看你中原節那些煙霧 那當你在拜拜 如果你每天都那樣 那就是非常清楚 就威脅這個買香 我們有時候真的搞不清楚 那香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 因為好的香 它是真的用中藥材 磨成粉下去裹的 那很貴啊 那很貴對不對 但是我們搞不清楚 要多貴才叫天然 你要跟一個老闆有認識 他就會特別幫你做啊 這樣喔 有喔 他有訂做的對不對 他有訂做的對不對 我們家的一定是訂做的 因為他們就跟我講 有一個成分喔 那不能放 老公不要給你放 所以我每次一次都訂香 是我們一般人 像你這沒有人緣喔 沒有辦法喔 沒有辦法 那你再劈給我們大家嘛 你買了之後 中間在這一首嘛 你會做香的業務了 真的 所以陳博士 你有沒有辦法叫他 簡單的辨別法 對耶 這個香的顏色不重要啦 有黑色有這種咖啡色啦 這個香很容易發霉 潮濕就容易發霉 是喔 所以說它要保持香不要發霉 所以這個木屑呢 粉都會加防虎劑 加了膠才能夠黏住嘛 所以不可以啃除防虎劑 那防虎劑一燃燒 那才能化學變化 所以怎麼挑呢 其實我們香喔 如果放在用一杯水 把它攪一下 要熱水嗎 用那個水嗎 用這種水 就可以了是不是 直接浸泡 攪一下 如果有顏色溶解出來 那這個香的品質就不好 聞起來如果很香的 很香大概都加香精 它不是天然的香味 那如果顏色 黑的 紅的 綠的 溶解出來 就表它加色素 好來 你看一下 兩杯的顏色 經過這樣大約的攪拌之後 很明顯啊 有啊 如果顏色越深的 溶解越多的 那表示這個品質比較不好 通常是染色的 這樣子 天然的它不會直接 用顏色溶解出來 對 那大部分是染色 因為有時候為了說黑檀香 它染成黑色的 對 或者紅檀香 檜木 它就染成那個顏色 所以我們先浸泡一下 越容易溶解出來的 顏色越鮮豔的 感覺越不好 就不要 對 還有聞味道 然後味道呢 越香的 有可能是化學的香料 化學香料 對 聞味道 那第三個呢 就直接摸摸 穴穴穴越多的 它表示呢 這個香的品質比較差 穴穴越多的 這一下就有黑黑的 對 穴穴穴 如果煙很多的 就表示這種墓穴不好 就不好 煙要少一點的 這個墓穴比較好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那個 剛剛提到的 不好的物質 不好的物質 或者是膠油 是 所以從 顏色 紋 煙的量 三個部分 摸一摸 我們就知道了好不好 像這個金質的話 它的燃燒是不是也會有 有害的物質釋放出來呢 它的質質比較差 比較劣質 對 就剛剛王醫師提到的 有很多有金屬 重金屬 那你燃燒的時候 產生微粒子 那容易吸進去 所以也盡量避免 在這個燃燒的 紫潛過程當中 去太接近 去呼吸它 一定很接近 你才能一直丟進去燒 對啊 你在上風處 你在上風處 對 所以下風處 你也沒辦法燒 會啊 那也沒辦法 那你盡量避免讓它有煙 因為它燃燒的時候 煙會比較少 它如果沒有燃燒的時候 煙會比較多 那悶燒的煙比較多 煙比較多 就比較不好 所以都避免一次丟很多 那不然整個很低 而且現在的金紙有分耶 有一種是進口的 環保的 不是 一種是進口 一種是台灣的 台灣的比較好 台灣的紙比較好 進口的紙 你稍會有一個臭味 因為他們那個紙先去什麼漂白 真的會有化學味道喔 真的還很臭 我有一個同事你知道嗎 在燒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會轉 你就覺得好兄弟已經來領錢了 什麼 還一直飛 而且他稍會會飄 我就有一個同事 他們就是在拜拜的時候 真的一張紙 就這樣飄飄飄 黏在他女兒的臉上 要無力 超燙的耶 對 真的是嚇死了 趕快 然後因為他的飄飄 趕快拿走 然後趕快給他做處理 可是就這麼剛好 對 所以這小孩子的時候 真的很有可能 真的要很小心 那時候剛好風大 整個香爐都被吹倒燙到的也有 也是 再來接下來這個必備的共品 一定要嗎 三身共品 零食 三身共品其實大家辦的時候 好像也有分嘛 全熟 半熟 還有全身的 是不是有這樣分法 沒有啦 幾乎都熟 都熟的 就是雞肉有 雞有切根不切 對... 整吃的比較好看 整吃的比較好看 整吃的一定要整隻的 你還會特別注意什麼嗎 其實我覺得像 像一般我們在拜的時候 那個三身一定要有 那我是覺得說 比方說像這樣子 水果如果有的話 水果還要 一定要擺最多 對 因為我覺得像如果說 你表示你的誠意的話 比方說像這個雞 要用最大隻的 大隻的 大隻的 魚要用咖喇 最大隻的 你剛才用草魚算了 草魚 不夠大隻 而且有什麼 這樣還不夠澎湃 這不夠澎湃 因為還會去 撈一點點滷肉 對... 切一點豬心 好... 最好是整個豬頭放在上去 上面最好的 有...他們很多 因為他們很多 就很多滷的 就是 就是熟食的東西在拜還滿多 因為大家 拜完回到家裡 或者人就可以直接吃 對... 而且都會有些 驚訝那種什麼龍鳳腿 還是那個雞肉捲炸 對... 如果那個桌子 要擺得越長越長 就跟人家吃咖啡一樣 對... 然後每一家每一家都會擺出來 對... 它上面要寫名字 對... 猴超名這家 對... 猴超名的最少 他最少去 好... 所以大家拜 都有一套的那個 三生 食品的一個邏輯在 但這些東西 你拜下去 拜完以後 你們都怎麼處理呢 就切一切 就直接吃啊 直接吃啊 魚啊 我們就一定回到家裡 就豆瓣一下嘛 豆瓣 再加熱一下 雞肉就不處理了 就切一切就可以吃了 因為它是熟的啦 那像那種燒肉 也都是切一切 就直接吃了 就直接吃了 就絕不浪費 沒有浪費啦 都拜過的東西 怎麼會浪費呢 而且人家拜過了 有時候吃了我們好像也保平安 是不是 可是經過了三個小時喔 有時候還四五個鐘頭 所以拜在那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這樣長大了 對 我們要鐵味 鐵味 對 是 對啊 不然太陽經過了 有高溫殺菌之後 所有東西都殺錯了 所以你觀念真的好老 好可憐耶 都很殺菌 都很殺菌啊 好可憐喔 紅外線 對啊 被子都要出來了 肉塞一塞多好 開玩笑 沒辦法自己還熟了 你知道 所以問一下年輕人 一種不是這樣了吧 他應該也是 我都是跟著媽媽 跟長輩煙熏都出來了 我媽媽是拿一個碗 就會把生的米倒下去之後 或熟的米 有的時候是拜熟的 就是飯然後上面插香 對 然後那個飯上面都會有那個 掉下來堆 香灰 對 香灰 那其實我媽媽說 那個吃了也沒關係 所以小心 直接生米或者香灰 對 那個米就經過太陽 這樣照射其實會越來越香 你其實從拜的時候 你就一直很想吃 日曬的 一拜完就馬上吃掉 厲害 所以對於這個三生事後的處理 到底有什麼風險隱藏在裡面 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風險 有可能啊 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講說 中原普渡的 只要拜過了貢品 就比較容易壞 尤其是七月的時候 拜的貢品容易壞 對 比較容易酸 其實最主要是溫度的關心 因為區月溫度很高 熱 那很多食物像肉 魚 在這種溫度之下 它容易發霉 不是殺菌 是長菌 就是長菌 殺菌的陽光有UV 紫外線殺菌沒錯 不過肉呢 因為這種溫度是容易長菌 所以容易壞掉 那其實在拜的時候的貢品 最好啊 你這種做法 就把它炸起來 炸熟 把它包起來就對了 對 炸起來 因為魚最容易壞掉 對啊 接著才是肉 那反而豬肉比較不會壞 對 次序應該是要熟 或者全熟 如果直接來吃這些貢品 到底以醫生的觀點 有什麼不一樣 來 王醫師 其實在這七月份 他其實除了溫度比較高以外 還有下雨 就是濕度會比較大 其實溫度跟濕度是這些 滋生致病原最容易長的原因 那其實在這當中 除了剛才有提到說 有可能有黴菌 有可能一些仙人長菌 或是一些金黃色葡萄球菌 那再這樣 這些貢品在放在那邊 其實有人會去摸 會去幹嘛 其實我們手上的細菌 身體拜完香之後 香的香灰掉進去 這些東西吃進去 都有可能會有狀況 那如果說真的在外面 食物在外面 放超過三個小時 或是五個小時之後 可能有一些細菌滋生的話 可能有人吃下去 可能就一些腸胃的症狀 可能會噁心 嘔吐或是拉肚子 那這時候基本上就告訴你 你的腸胃是屬於比較弱的話 這些東西你可能不要先吃 那等人家後來處理過之後 你晚上再來吃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中毒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那些東西 在外面的時候 細菌 其實我們的加粉層中 都會有一些菌落 會落在邊管 那因為大家很急 有些可能加熱覺得 本來就煮熟了 現在流流的 後面吃的 所以反而沒有去處理 到那邊 所以變成食物中毒 所以其實我比較怕的是 加熱不夠 而不是加熱過度 因為加熱過度頂多 就是營養 該是熱破壞的東西 在被加熱之後就沒了 就營養了 頂多是這樣 可是我們也都說 以前都這樣說 有此理說 也要再重新處理過 不能直接 像姿佑剛剛提到 直接來吃 其實是不好的 不要危險 所以一定要處理過 再煮過一次 然後再紅燒一次 麵都燒掉了 對 不是 不是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加熱的東西 都還算是小事 對不對 可是有的東西不能加熱 像我以前小時候 都會買那種果凍 每年拜拜一定會買 那果凍其實每次打開來 都是一整塊 可是有的果凍就是真的 拜完之後你打開來 它是水的 對 水泡出來了 融化了 那就冰一冰就好了 那就冰一冰就可以再吃了嗎 對啊 我們都不是這樣嗎 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不吃果凍 我就覺得說 有賺到的感覺 就好像量變多了 泡起來就壞掉了 真的嗎 也太熱了對不對 就是熱溶掉 不是 供品裡面只有選擇性的 那當然這裡面 有很多食物 我們都選自己愛吃的 其實有很多食物 不適合在高溫曝曬 那如果像舉例來講 像我們講泡麵 現在很流行拜泡麵 對 泡麵的話 有很多是塑膠包的 然後很多是網裝包的 對 其實最好是整箱 為什麼呢 紫箱不要打開 不要打開 不然就紫箱拆開 紫箱再放回去 為什麼呢 因為紫箱它可以防止外線 我們泡麵這個是有油的成分 油它怕高溫 怕陽光 紫外線 會產生油的聚合反應 當油產生聚合反應的話 會產生有自然化油物質 容易產生油的酸敗 油臭味就會出來 而且你又不覺得 有時候打開 連那個油包都已經 有點像 有點跑出來這樣 像敗油是很流行 最近很流行敗油 這一定要的 一定要啊 我們真的 油鹽這樣鑄茶都要 還沒七件事 對 其實油也不 我一直以為是只有南部 因為南部很多說 什麼都要拜 那我們呢 對啊 薑也罷都要 薑是三針海味 真的喔 鹽嘛 要有鹽 鹽是海裡的 薑是山上 所以三針海味 是喔 像油的話 也不建議直接曝曬陽光 通常因為這油都是透明包裝 對 那我們家裡廚房 不可能直接有陽光照射 對 也不可能有紫外線 對 但是你曝曬了三四個小時 油就容易變紫的 其實油是怕陽光的 對啊 怕陽光 對 怕陽光 可是它上面寫耐高溫啊 不是 耐高溫 你幾個啊 每一天 是耐高溫 對 紫外線不一樣 不一樣 你要不要去做那一篇啊 不是 因為 我們小時候我 常明哥你真的很像我耶 真的 不是嘛 你那個下鍋炒都到一百度以上 還在怕太陽曬 對啊 對不對 對 耐高溫 有道理耶 對 可是你抓這個塑膠瓶 其實就是不好對不對 對 因為通常這種塑膠來講 溫度也是這樣子 你看 一般通常這個寶特瓶 都是裝裝油的 或裝礦泉水的 對 這種也是不適合耐高溫的 大概 或者是 劇本隱形的單體 40度開始 到70度就變形了 那當然在陽光底下 不到70度 但40度它就慢慢慢慢的釋放出來 尤其油 紫外線造色容易變質 所以油也最好用紙箱 也是把它蓋出 就是還是紙箱 那這些餅乾這些罐頭 就還好了吧 罐頭還好 鋁箔包的罐頭 或者那個 罐頭 也是比較安全 因為它是直接 金屬罐包著 它也沒有防五劑 所以它直接高溫殺菌的 就比較安全 那塑膠包的也要注意一下 也是要蓋一下 因為塑膠呢 通常因為以前不知道 你說這個 這一種也要蓋 要蓋 以前的塑膠 沒有發現有塑化劑 對 那現在呢 有太多的塑化劑存在 空險存在 那你陽光曝曬 如果直接接觸到食物的塑膠 那也容易塑化劑 會耶 對 因為我們家就常常有那個 阿公阿嬤他們去拜那個市場 他們都是拿那個 美粉有沒有 大的美粉幾包 對 那回來米粉打開 那個上面真的就是有 那個塑膠的紅紅的紙 在那個上面 假設會硬上去了 硬上去了這樣 對 就是太熱了 那中原補度 這種是難免的 所以溫度盡量避免 就直接來曝曬 所以拆開可以 但是再蓋一下 大家如果準備量 不要那麼大 魚不要那麼大的嘎啦 不要小一點的話 可能 人家說這是誠意 對啊 心塵鱗鱗嘛 心塵鱗嘛 心塵鱗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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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這麼大肚魚 心塵鱗鱗 你起碼不要小心 這也太小了吧 然後記得 油炸的東西 基本上其實魚 海鮮類的東西 一定要煮熟 我們以熱食熟食為熟 那種生冷的靜靜上不要 那再過來就是 做完之後可能 我們把時間盡量縮短 不要說一次拿出來 就四五個小時 可以再兩三個小時 因為我們都知道 過了幾點就可以開始拜 然後過了幾點就可以收起來 這樣把時間縮短 然後回來之後 大家盡量趕快把東西吃掉 那如果真的吃不完的話 可能還是要分批 放在冰箱裡面 不要說每次下次要熱 就全部拿出來 熱要分批拿出來食用 那當然我們常常講 其實這個月就是 大家要有心塵哲鱗 不是說一定要拜那麼多 其實大家這些東西 基本上 我們拜個就是讓自己 大家都能夠保平 能夠心塵就好 所以呢你看 我們在拜拜的時候 一炷香其實正常來講 就是大概你說 刷四十分鐘四十五分鐘 其實通常是 香燒完了 東西差不多可以收了 對 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不需要等到三個鐘頭 說放久一點 OK有誠意 不需要 因為要堅固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 我們在這個 這個七月份的時候 有時候 會生會有一些狀況 像你剛剛講的 鬼剃頭 鬼剃頭 鬼壓床 鬼大牆 對 那這個我們要來研究一下 到底這個是屬於一種 民俗你不敬神 不敬好兄弟 他來找你 還是說是你健康出問題 我覺得有時候是心理層面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像 譬如說以鬼 但是以鬼剃頭來講好了 我的經驗個人就有兩次 不會啊 頭髮長得滿好的啊 不是 他都髮片啦 拿起來 拿起來 我們要看證據 沒有吧 而且 你說後面這邊一坨 這邊一坨對不對 沒有 還是正間有一坨 我覺得為什麼叫鬼剃頭 因為你會 我兩次鬼剃頭 都是人家告訴我說 你為什麼後面 是一整圈都沒有頭髮啊 一塊這樣 對 圓圓的 就像一個硬幣這樣的大小 然後我一摸才發現 是全凸了那塊 對 非常的光滑 對 你也有經驗 因為我老婆有一陣子 也是一直在掉頭髮 因為壓力很大 對 你為什麼給老婆壓力這麼大 自從這樣給你這麼大嗎 不是 他有的時候求好心切 他像我的表現 他看我表現不好 他就掉頭髮 會掉頭髮 會是求好心切壓力大 而且我一次是高中 要聯考那個時候 然後就鬼剃頭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出來工作 在跑新聞的時候 壓力很大 也是鬼剃頭 好幾個月喔 真的假的 都沒有好喔 然後後來我聽人家講說 你再不趕快去看 可能會全部突光 我一聽到我嚇到了 趕快去再找皮膚科醫師 然後後來才治好 所以你在東森 當主播記者 壓力這麼大 很大啊 真的假的 這是你自己給自己 還是他們給你的壓力 沒有 都有啊 我們這麼棒的一個台 對不對 對醫師的要求也這麼高 我們大家一定要以前有力 很厲害 他直接跨過去耶 還得分耶 是不是 厲害 對 好 志偉姐你說你以前也有啊 沒有 是我的親戚 還有我的同事 而且都是忽然之間 對 你不會發現的 他前兩天你跟他講話 可能都還正常 正常 而且真的喔 都是那種頭髮很多的地方 什麼 有時候是這邊一塊 那有時候後面是忽然一片 可是你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忽然這樣 你是前兩天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我們就會跟他講說 你真的是 而且可是就像我發現的 他們都是 剛好是工作上碰到的東西 對 或者家庭出了一點點小的問題 對 我有一個女同學她更慘 就是她有一陣子失戀 她那個情傷 好像真的還滿嚴重的 所以她有一陣子 剛開始吃飯的時候 約出來見面 她的髮型在這邊 然後下個月的時候 已經到了大概一半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女生 女生 我為什麼出來見人 對啊 我都覺得 你算是要拍那個清朝古的 補充片還是怎樣 髮型已經到一半了 然後這樣也就算了 她後面還有一些地方 是有那種圓圓的 就是頭髮比較少的 對啊 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剛開始跟她講她還說 可能沒有啦 可能睡比較少 就會掉一些頭髮什麼的 但我覺得好像很不對勁 我就有提醒她 我說你要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我聽說好像就是 如果不去看醫生 搞不好髮型會 越來越後面 越來越後面 就都沒有了 對啊 這樣其實好像也滿嚴重的 傷到好心 以前我們小時候不懂 這個叫什麼頭 我們一直想要 賴力頭賴力頭 後來參加大一點說 這叫鬼剃頭 然後也才越來越知道說 像你們各位是可能壓力大 腦子這樣子 可是鬼剃頭的名稱 可是真的有鬼來剃頭 我跟你講真的有 有些真的是那種 無法解釋的科學的 一些那種事件發生 真的嗎 比方說像我就聽我一個朋友 他就這樣講 因為他們家住在那個 比方公寓裡面 燈光又變暗了是不是 然後他們家住在六樓 他們住樓上是一個七樓的 但是那個七樓一個先生 長年失業 他有一個小孩 又有一個老婆 就有一天他就是 就是什麼都想不開 我那個朋友 他就住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他就聽到大概七點多 下午七點多 早上七點多的時候 就像砰的一聲 砰的一聲 他覺得什麼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有人跌倒還是 結果他覺得他聲音 是從上面往下 就叫聲 一個女孩子突然叫聲 結果他出去一看 他就下去了 有一天晚上他睡著睡著 他突然發現 他頭髮就掉了 就掉了也是一片 這邊掉完之後 隔天又掉這樣一片 他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每次一下到樓梯 經過那個濕濕的地方 他就覺得有人在跟著他 所以是心理作用嗎 心理作用 然後或者是說 因為他有看到那樣的場景 他心裡總是 結果都會害怕 那個事件 我先講一下 有喔 有時候那個是目睹 目睹這樣產 就我們叫做 創傷後症後群 對 就像之前有一些阿兵哥 對不對 他們甚至就是去抬屍體 然後因為影響太大了 你知道他們甚至已經 不是創傷後症 他會解離 那些阿兵哥去台灣之後就說 他就一直覺得 聞到那個味道 然後久久散不去 然後一直去洗手 都還有那個味道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他的創傷一直都在 甚至有些人 從此以後聞不到 因為剛好相反了 會 因為他的心理防護措施 讓他從此聞不到東西 也有 可是那是心理的激轉 所以他因為巨大的壓力 他產生創傷症後群之後 壓力很大 所以就會一直掉頭髮 而且他一直開始疑神疑鬼 對 那只是剛好有在那裡而已 對 是價碼的 所以有可能的 所以王醫師 到底這個鬼剃頭它的成因 最主要的是什麼原因 來先跟大家講 鬼剃頭是一般的名詞 我們醫學的專有名字叫 圓形凸 圓形凸 那這個圓形凸就剛才講了說 你有可能頭髮 大概一個錢壁桌的流失 對 那基本上這個成因是因為 你自己的免疫系統 你的 你的 你的淋巴球開始攻擊 你的毛囊細胞 把你的毛囊細胞 給打死了之後 頭髮就掉了 可是為什麼就只攻擊 那麼一塊圓圓圓 所以就是說 它本身它發動的時候 你可能有時候 一開始會有一個區域 可是有人會發覺後來 會有很多地方 我也只有一個地方 會有很多地方 那如果圓形凸真的比較嚴重的話 你都可能攻擊這個圓形凸 它如果說你了解原因 壓力能夠釋放這藥之後 它本身是會自己會好的 對 那如果真的你真的去找 不需要任何藥物這樣 所以真的不會掉光就對了 如果真的你的壓力一直存在 沒有處理就會掉光 剛才數據一直提到說 如果那種壓力症候群一直存在 那你一直持續的話 你可能真的持續一直掉頭髮 如果壓力釋放之後 怎麼讓你的毛毛活化 其實還有個 可以自己去解決的問題 通常 按摩也蠻重要 因為避免長時間的戴帽子的壓住 血循環不足 那這時候毛囊就比較容易萎縮 所以按摩 或者用圓形的梳子 不能夠用力 圓形的梳子按摩也是一種 或者手指指腹的按摩也是一種 甚至你可以煮個薑 薑汁 薑汁因為活絡 在刺激毛囊 毛囊周邊的微血管 再活絡一下 所以煮個薑湯 熱敷一下弄一下 讓它比較不那麼嚴重 當然壓力釋放也是一種 所以可以自己在DIY 做一些頭髮的護理 了解 那這個我們鬼剃頭 這樣了解了對不對 要什麼事情 一看到鬼剃頭 大家就以為是什麼事件 不見得 絕對不是鬼來剃他的頭 不會 釋放壓力 你有遇到再來 我們節目告訴我們 常遇到 對 怕你們時間不夠 不然我們講更多 我們時間真的不夠 真的 我們下次再拚一集 還有一種 你說你也常遇到 鬼壓床 鬼壓床 真的人家都放放過吧 有嗎 你們也有吧 有 對啊 都被壓破 可是我覺得年紀越長 好像越不容易遇到 所以我也是大概 在國中升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最常 那時候還有一陣子 就很怕去睡覺 就覺得好像九點十點 好像要去睡覺 可是 就睡著了 可是我就會忽然 就覺得說我醒來了 我看得到東西 看得到我的房間 對 可是我的手腳是不能動的 那我就一直想要說 我要讓我的右手起來 我要翻身起來 可是就是你沒有辦法 讓你的手來起床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就會很害怕 然後越想就越害怕 然後也不知道過多久 後來 以前都很擔心的 就會開始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可是後來就覺得說 放棄了 還是閉起來 眼睛就繼續睡覺這樣 到後來是會害怕去睡覺 後來其實有找到一個好方法 真的嗎 對 因為那時候就會聽 一些學校的同學 都會分享說他們 就是鬼壓床的經驗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同學 就有告訴我一個絕招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都沒有那個 鬼壓床的經驗 結果有一次 我就在 問他要試一下 很嘆息 沒有這個情況 就不錯 打破砂鍋問到底 還會砂鍋在哪裡 對 自己下次聊天才知道 因為就想說 為什麼大家都會被鬼壓床 我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結果有一次 我就要大考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要考試 臨時抱佛腳 我不敢回床上睡 因為我怕一睡 就是睡過頭 就是沒有辦法去考試 所以我就在客廳的沙發睡了 結果我就不小心 在客廳沙發睡著的時候 我就覺得睡到一半我醒來了 可是我醒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看到 我後面的廚房跟客廳 有一個人走來走去 而且我很清楚 那個人在幹嘛 是一個男生 他開我家冰箱 然後拿東西吃 不是你家的人嗎 不是 我一直以為是我哥哥 然後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又到 就走到我家的餐桌 然後開始吃東西 幹嘛喝東西 真的假的 那時候你不能動 不能動 那他有拿DV出來嗎 沒有 沒有 你太靈感了 真的 不是 我不要發覺 我要保護依依 對不對 對 下次要準備那個 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躺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說 很奇怪 為什麼我看到他 可是他到底是誰 我就一直想起身 結果又一直動不了 一直動不了 然後後來我就想起了 我同學跟我講到一個方法 就是要罵方法 我就一直講 你用密頭髮 密頭髮沒有用 你就要兇一點 因為他反而會怕 然後後來我就很緊張 可是我就想說 到底要罵哪一句髒話 然後再看 你不要罵哪一個 他平常沒練習 對 因為平常罵髒話 然後一時間罵不太順 然後還結巴 然後想說罵了一句 想說是不是我講得不夠標準 因為是台語 然後我就想說算 我就再換另外一句 然後一連罵了 大概四五句髒話之後 好奇怪 大概一兩分鐘內 我就開始漸漸覺得 自己可以動了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可以 好像醒來了 差不多兩三分鐘 醒來之後 然後我就趕快轉身 去看我家客廳跟廚房 沒有人 然後就想說好奇怪 我剛剛明明就很有 那東西真的有見了 你運氣不錯耶 你跑去看看後面有沒有人 萬一真的有人怎麼辦 萬一真的有人怎麼辦 像我們都很少去看耶 因為都很多 可是就在我家 可是自己家 對啊 自己家給我看 不行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太學了 萬一是小偷的話 對不對 我也常被押 後來我發現 我被押了之後 我一直罵完了 該罵的罵的 該唸的經有都唸完了 後來我終於醒過來了 我突然發現 原來我真的不騙你 真的嗎 壓住我 壓住我 所以後來我發現 我如果被壓床的話 一定是我 比方說去飯店 或去什麼地方睡覺 我先看看有沒有涼 如果沒有涼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去你們家的房間 四個角落照看 有沒有一隻蜘蛛在上面 蜘蛛 不是有蜘蛛就不會有蚊子啊 不是嗎 不是吧 洪哥 不是找蜘蛛還是蜘蛛精 沒有...蜘蛛 蜘蛛在上面 牠會尿尿 牠滴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會被牠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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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射住 牠射住 請問一下蜘蛛尿尿的 小時候明星 我小時候真的是這樣子 你們都不相信我 小時候 不是 我們以前是長輩交到我們說 如果牠射住 不是 你會亂掉喔 不是 小時候尿尿是不能遇到 蛤蜘蛛 蛤蜘蛛 蛤蜘一吹 你都會變大 那是你... 這什麼地方 你到底有沒有童年 沒有你這種童年 跟你不一樣 沒有你這種童年 真的可以有蜘蛛 真的有蜘蛛 蜘蛛的時候 以後你就會變成這樣 王醫師 鬼壓床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鬼壓床是屬於 睡眠障礙的其中一種 那現在他解釋一個 可是我們是醒著耶 對啦 我們的睡眠是 入睡之後會淺睡 然後熟睡 然後再進入所謂的快速動眼期 那完了之後 會再回到淺睡熟睡快速動眼期 這樣叫一個叫做睡眠的週期 對 那一般來說這個睡眠週期 大概六十分鐘到九十分鐘 一個人一個晚上 大概經過大概四到六個這種 睡眠週期 那當你到淺睡熟睡到快速動眼期的時候 這個時候人很特殊 人是在做夢的 那做夢當中是你的腦袋裡面 是在想事情 對 可是你的四肢是完全放鬆的 那這時候如果你在這個時間 這個空檔中間醒來的話 你本身的腦袋是清醒的 可是你的四肢是完全不能動 還在休息 這時候就是出現所謂的鬼壓床的現象 在我們醫學上面是屬於叫 睡眠的一種癱瘓 或是睡眠的麻痺 那其實這個在我們研究上面說 我們骨瘦的人是睡在山洞裡面 如果你因為晚上做夢的時候 你一起來 你就很緊張地開始做一些 其他事情的話 你可能幹嘛 撞到牆壁 或者掉到山谷裡面 那是讓你起來的時候 不要瞬間就開始有些動作 要讓你等你的神經跟你的肉體 開始慢慢接觸之後 才開始慢慢動作 其實這對我們身上 是有個保護動作 甚至我們看過有一些人 他晚上睡覺會幹嘛 會全打腳踢 然後隔壁的人海扁一番 他本身都不知道 就是他本身 沒有這個鬼壓床的動作讓他產生 他認為說在夢中有人在打他 他就予以反擊 那如果有這個鬼壓床 這個情形的話 他反而是身體是被鎖住的 他在做那個夢境 所以你說那是一個自然的機次就對了 那是一個自然的機次 所以有些人都在某個階段會遇到 那當然在什麼情況 有可能你那陣子太勞累 對 或是你那天用腦過多 或是你那天太晚睡 那當然有一些狀況會讓你產生 可是有時候你一開始會說不出話來 是因為你連天洞嘴巴的這個神經 他都還沒辦法 所以你通常會覺得 我只要罵得出來就好了 那就是因為你的那個蟲心裡 你本來是存在於肢體在休息 腦袋在動作 這個時候你的腦袋跟肢體都醒了 他就連接上了 可是我說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有人一直在拉我的被子呢 一直拉 那是真的有人在拉 就是你 就是你老公啊 對啊 你睡著了 會約好太久了 沒有 不是那是出差去住外面那種旅社 很便宜很恐怖 那就是你沒付錢嘛 有 老闆壞 你還沒付錢喔 你就睡了 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很恐怖 整晚都不敢關燈 然後電視開著 然後打電話找人聊天 然後想說好 天亮了 我稍微睡一下結果就有人 敲門 然後呢 送早餐 可是我就不敢去開門 我是後來就是要準備在出發 再去採訪的時候 我才問說是誰來敲門 他才說是送早餐 可是問題是那一晚真的就是 感覺有人拉我的棉被 害我就醒過來 那會不會把整個棉被 都拉起來爆炸 可是拉被子會不會是 是不是另外一種疾病 就是有另外一種睡眠障礙 叫做腿不黏症候群 其實是你的手 你的腳不自主的在動 你不知道 對 怎麼可能 因為照道理就像我們講說 正常的睡眠 你的身體其實應該處在 肢體要處在休息的狀態 所以即便你的腦在活動 你的腳不要動 否則會揍人 會幹嘛 可是有些人不知道 他也是一種睡眠的障礙 他就是腳會不自主的抽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 有東西在拉或幹嘛 不是 真的是 可是有一個人感覺在那邊看著你 然後這樣子拉你的被子 太堅持了 然後那個人是誰 我不知道 你聽一下 可是有一個人 真的有一個人是誰 我就不知道 那就沒有 你就感覺有一個人 好啦 睡眠障礙 那是誰 其實文華撇開那一種 就靈異現象 先不講靈異現象來講 有一些還有更奇特的 鬼在拉他的腳抽筋 對 甚至也被捏了 癒癒癒癒癒癒癒 其實這個都 如果撇開靈異現象來講 其實在整個生理學來講 它是有症狀的 什麼症狀呢 譬如是腳抽筋 很多人睡到一半腳抽筋 很嚴重對不對 其實它本身是 身體裡面缺乏 電解質不夠 是喔 對 那這樣補充礦物質 補充電解質 它可以減緩這症狀 甚至有一些瘀青 好像被鬼捏了 瘀青對不對 為什麼白天好好的 晚上睡覺 早上起來一奇怪 這裡瘀青那裡瘀青 其實那種叫做 就是說 血液的凝固時間拉長了 缺乏一種維生素K 那這種缺乏這種維生素呢 它讓微血感破裂的時候 凝血時間臨場了 就變成這個瘀青 所以這種補充的 維他命之後呢 就會改善了 但是那個是會忽然之間嗎 對 那個是會有症狀 如果這時候你的營養 各方面維他命補充不足 缺乏就會有這種症狀 就會忽然這樣子 對 因為我有一次晚上睡醒 就是整塊大腿裡面 就一塊 然後腿一塊 這麼大塊啊 很大塊啊 就很恐怖啊 我就想說為什麼 那會不會是小亮哥打你 對啊 他還不是要打我大腿嗎 一定要打那個皮膚痛 他打他白天就跟你講 不用趁他睡覺的時候打他 睡覺打他不知道啊 真的喔 不是你只有一隻腳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還拿去問醫生耶 醫生就講 其實那個是在整個生理學來講 是這樣子 不過很恐怖的 有的人開車開開開 鬼打牆 剛剛你不是講鬼打牆嗎 對 其實這個 那是GPS故障吧 三位是鬼打牆 他應該在山下板 對啦 或者意思移除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譬如說 冬天也好 夏天也好 那車內呢 空氣壁壁 那你到冬天一定會打暖氣 夏天打冷氣 而且內循環 那這個密閉空間裡面 我們在呼吸 氧氣越來越少 二氧化成越來越多 所以以這個冷氣來講 它的內循環 氧氣變少了 其實腦筋會變糊 變迷糊了 所以變迷糊 腦筋變鈍了 這時候就容易 失去精神注意力 那其實這只要 車窗打開 或者如果開長途的車子的時候 或者要酒開車子 那就先吃幾顆維他命B群就好了 而且那個就是 在你腦袋模糊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記錯 其實我相信每個人 都有一種經驗 就那種記事現象 就是你看到某個場景 你覺得我以前一定來過 對 我一定來過 而且是十幾二十年 這應該是我們下一集 討論的話題 真的 那個東西也是你的腦袋 把那個記憶錯誤連結了 其實是你太累的時候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你的腦袋連結到那個錯誤 他以為是要用過去式 其實這是現在式 你知道嗎 腦袋錯了 所以一樣 所以那個不能用前世景深來 對 你以為說我開過了這個地方 其實那可能是很像 可是因為很累 你就覺得我剛剛一定是開過這裡 就是其實是很多種因素加速 是這樣子喔 好 當然也有些人 可能是不同的個人經驗 真的 可是在深山裡面 你真的要把一個人在開車 怎麼樣你開不出去的時候 把衝動打開是給我一點 對啊 做不到 做不到 很大的勇氣喔 真的耶 聽說還有什麼鬼吹風是不是 還有這種東西嗎 其實我們以前古人啊 常常把一些他們不能解釋的東西 就跟他鬼神之所連結 所以半夜 一這樣睡起來突然頭光了一顆 也就叫鬼剃頭 因為沒有人進來 一定是有人做這件事情 那只能歸咎於他嘛 那有些人是 一覺醒來就發現 怎麼半邊臉不會動了 所以就是有時候 他們就叫做鬼吹風 就說那其實是因為 他怎麼在你的臉上吹了氣之後 你那邊就不會動 所以他們覺得 其實就是現在醫學就叫做 顏面神機麻痺 對 其實就是 所以不能亂怪東怪西的 把這個事情都怪在好兄弟身上 對啊 不公平 所以你看有一種 也有一個老故事 他就講說 有人在這個坐公車 然後結果坐一坐 然後睡著了 然後一醒過來的時候一看 公車上怎麼都沒有人 可是公車在動 連司機都不在 什麼公車一直在動 嚇死了 嚇死了 後來那個公車 對 其實 你自己還在車上睡覺 叫他叫不行這樣子 對啊 所以 所以今天 一堆鬼什麼鬼什麼 這樣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我們在醫學上的邏輯 自己來看待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 真的是跟我們身體的機制 功能 營養 健康 有出現了失痕的狀態 所以你有一些狀況出現了 對 所以千萬不要自己嚇自己 對 好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觀眾朋友 喜歡下載APP對不對 對 下載APP可以參加我們的 好高活動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好 來 我們的這個超市也有APP 請你跟我這樣過 跟大家分享 上我們的官網 可以了解活動內容 有機會可以抽到 像是機票名牌包包這些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囉 好的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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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